我觉得她平头比较好看 上周朱门恩怨再起 同是妈妈带大 父亲不在身边的鸡排妹 特别有感 不是每个家人都是理所当然的幸福 也不是每个手足都理所当然的和谐 但是台湾的有时候风向 好像都会觉得 这些事情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看到一些什么家人吵架 或是说一些斗争什么 都会觉得 投以不可思议的眼光 可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好不可思议 因为亲情是不能选择的一种 前判 亲情是不能选择的一种 前判